而为了帮助公益教育学院的师生提升技能 公益教育学院和全国职工总会签署了两项合作备忘录 通过培训计划和实习的机会为劳动队伍栽培人员 两项合作备忘录的其中一项将设立企业培训委员会 为公益教育学院和学院的导师联合会提供合作平台 跟上新兴科技的步伐为学院职员提供学习的机会 职员也可以上课提升技能或是掌握新的技能 超过2500名职员将受益 而除了提升职员的技能之外 另一项备忘录将重点培养公益教育学院的学生 为进入职场做准备 计划包括给学生提供最长6个月的实习机会 工作配对服务等项目 职总秘书长黄志明表示 职总同伙伴合作成立企业培训委员会的同时 带头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也非常的重要 培养他们学习和发展的精神